第31題 以電路裝置如右圖所示 加以丙丁為四個規格相同的燈泡且遵守歐姆定律 若導線、安培計及電池的電阻忽略不計 此時安培計A1的毒素為0.3安培 若一段時間後 丙燈泡燒毀 其他燈泡仍維持原來的亮度 則安培計A5的毒素因爲多少安培 那我們曉得 這邊是我們的病聯電路 他們的電壓都一樣 那麼相同規格的燈泡他們的電阻也一樣 因爲他們所通過的電流也就會一樣 所以我們的A1如果是0.3安培 那麼我們的A2也是0.3 A3也是0.3 A4也是0.3 那我們的丙燈泡燒毀了 所以他就沒有電流通過了 所以他們現在最後呢 我們會流過來的是有三個A0.3安培 三個0.3安培 所以通過A5的電流應該就是0.9安培 第三題題問我們說 則安培機A5的毒素因爲多少? 我們答案選的是C0.9安培